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 拼头论足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本期视频主要针对头两天 已经拼种完毕的这款奥米加兽 来进行一下简单把玩 但是把玩之前 我还是想说一下战斗暴龙兽 那么这两天也是看了一下留言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 这款F2S的战斗暴龙兽 有人说已经炒到了400多块 怎么说400多块 买一个沙达比它不香吗 而另外这款模型 就是一个拼装通贩模型 枪表指望成为什么海景防 因为还是很容易再版的 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 这两款销量差距真的是非常悬殊 比如说奥米加兽 现在价格可能还是在200块左右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关于战斗暴龙兽 之前的可动也好 细节也好 分色也好 包括造型也好 我已经说的是非常详细了 但是有个地方我感觉还是需要再强调一下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损坏 就是在肩部 当时我说过肩膀是非常紧的 而且要防止损坏 我个人感觉如果说不看清结构 无闹把玩的话 损坏的位置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前身关节 我们可以看到肩部这个位置是采取了 类似一个柱形卡榫的一个轴 安装在前胸位置的 然后第二个位置就是在上臂这个位置 上臂这边 平转关节也是一个卡榫 然后利用轴形结构来进行活动 然后在拼转完臂之后 平台关节确实是非常紧 如果说无脑握住小臂平台的话 你会感觉阻碍非常多 包括干涉也好 紧实录也好 是很难平台的 造成损坏的位置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位置 一个就这个位置了 像我上臂这边 我感觉好像已经隐约是出现了白痕 根部 所以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个地方你就想平台 该怎么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首先我们把这个球形关节给它拔出来 这样 然后肩甲位置这边 先不管它 然后把这个位置尽量的往上调 你调好了之后 大概呈现这样一个角度 肩甲位置基本上 这根部也已经到这个极限了 最后再插回这个肩部的球形凹槽里面 利用这个球形结构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将近90度的平台幅度 一定不要无脑去这样死进台 容易坏 关于肩部关节的强调也就这样了 活动的时候尽量注意一点 不要给它弄坏了 现在毕竟还是挺贵的 然后关于这款战斗暴龙兽 我当时感觉作为现货 涨个二三十块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能涨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还是回归到这个视频结尾说的那句话 购物还是需要理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关于理性就千万不要滚到一边去了 而另外从我这边得到消息 跟大家说一下 这款模型并非是说什么 第一批绝版了 或者卖光了怎么怎么样的 而是因为产能关系 万代确实针对咱们国内代理 没有给足数量 所以无论是补款还是现货 都没有达到当时这个约定的数量 导致现在的这个现货的涨价 咱们也不要说明年二月份第二批如何如何的 如果说按照之前约定的数量 陆续给齐了的话 那我预估在11月份 起码在今年这款战斗暴龙兽的现货 应该会逐渐的去评稳 所以还是奉劝之前准备拿400块钱 去买这款战斗暴龙兽的朋友 你可以拿这个钱 先去买个沙沙比来玩一玩 等一等 别太心急了 好了 那关于这款模型先放到一边 咱们主要来说一说这款奥米加兽 这款奥米加兽 说实话外观方面尺寸方面 然后造型方面和这款战斗暴龙兽 真的是没法比 无论是用料的数量 包括造型细节和粉丝 包括体型各方面 好像都是比不上这款战斗暴龙兽的 可动方面应该比它强一点 好了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 关于贴纸部分的使用也不是很多 在奥叔的眼部 然后胸口部分这小块 这块是贴纸 然后加鲁鲁炮的眼睛 还有暴龙剑的眼睛 包括这一侧的勇气之盾 其实细节补色的地方看了一下 并不怎么多 然后主要还说说可动 在奥叔头部根部就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独立关节 然后顶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安插在奥叔头部的底端的 看上去感觉和战斗暴龙兽相比就是简单很多了 但可动幅度其实还是挺够用的 上下左右都可以活动活动 手感方面表现比较松 然后在胸口部分 关于条纹 这一次是采取了分件来做的分色 在视频里面我安装是先插的蓝色分色 后装的胸部外甲 那样安装其实不太好装 在说明书上的安装方式 其实是先把蓝色的条纹和外甲装在一起 再插到胸部的 要不然的话边缘很难按进去 这个地方其实挺紧的 而关于这次奥叔的腰部 我们可以看到是采取了一个类似机械化的结构设定 这边可以看到大型的转轴 关于这样的造型 我个人来讲并不是特别喜欢 感觉缺乏了一定亲和力 和之前记忆中的也不太一样 但可动方面表现其实还行 比如说在腰部轴型结构这边 我们可以进行挺胸或者是弯腰 然后下端是进行旋转 包括一定的侧摆 刚才没有说 关于这次奥叔的白色外甲部分 其实是采取了一次RG金色异端 或者是RG的西安洲那种表层处理方式 所以看上去感觉是非常光亮 但是白色件感觉还是比较吃亏 质感效果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手臂部分的可动 首先在肩部是带有一个前身关节的 幅度并不算很强 大概是30度左右 接着在这边的加鲁兽这边的肩刺这边 顶部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 带有四周的摆动和旋转 包括这边的勇气之盾 效果也差不多 也是球形关节 然后关于手臂平台的话 大概是在将近90度的一个水平 应该是7-80度 这边也一样 因为开口位置有局限 并不是什么肩关节的干涉 就开的这样一个口 接着整个旋转 这关节非常紧 让人感觉这么细小的结构 容不容易摆坏 接着在上臂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包括下臂和战斗帮龙兽一样 也是给了一个旋转关节 驱肘的幅度表现还行 大概是90度标准幅度 咱们主要还是来看一看左右手的装备部分 右手边这边就是甲鲁兽炮了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暴龙剑这边还是甲鲁兽炮这边 在兽头上都是给了不少的结构刻线 机械结构刻线 然后眼部瞳孔位置是给了不色贴纸 不过在暴龙剑这边 边缘的部分的刻线 伸现起来其实有点浅 不太好伸现 好 咱们来看看甲鲁兽炮这边 一头采取了一个红色分件 然后嘴巴部分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以后 可以看到内部带有一个短的炮口 如果说想实现长炮口造型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替换架来实现 首先拔掉短炮口 然后把长的直接插到嘴里就可以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关于长炮口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采取了一个左右核的分件 表层带有一些机械结构细节 不过并没有什么特殊分色 包括炮口位置 也没有给什么铝箔贴纸不色 这就是甲鲁兽炮这边了 等暴龙剑这边 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想说一下 关于这个脚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尖角这次造型是非常锐利的 并且针对内部原本空缺位置 是进行了一下分件填补 因此尖角部分看起来是非常完整的 说到这儿 我们就会想到刚才看到的 战斗暴龙兽的爪子 之前说过 爪子内部的空缺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说能进行一下填补 我个人感觉效果应该会好不少 而另外也是吐槽过 爪子的勾有点太弯了 个人来说不是很喜欢 好的我们回到奥米加兽 这边暴龙剑这边的嘴巴和这边加鲁炮一样 都是可以开启的 而关于暴龙剑的部分 我相信应该是吐槽最多的一个部分了 因为内部就是一个白色分件 而正反两侧都是采取了一个贴纸来进行的完整覆盖的骨色 所以让人感觉并不是很好 但要细想一想 关于分色可以看到银色 黑色金色在这么薄的尺寸下想做分件 感觉是不是也有点费劲 反正腕带就这么做了 不爽的可以自己补色 实用的话直接通过卡榫插到口墙内部的凹槽里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一个暴龙剑的搭载形式了 确实大补色感觉贴纸效果还是比较差劲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下半身 下半身的话我们这次奥米加兽是没有什么裙甲结构的 但是在腰部可以看到三毫米的通用接口 未来应该可以安装其他装备 接着还是来看看腿部可动表现 在大腿根部并没有采取和战斗暴龙兽一样的结构设计 这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卡锁安装 但是安装的还是挺紧的 刚才拔了一下还趴不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可动 前踢的话大概是标准的90度 然后后踢90度 侧踢顶端开口的话大概也是可以达到90度 幅度还不错 而且腿部比较轻也是能支撑得住的 接着大腿上端可以进行轻微旋转 顶部外甲会有干涉 然后屈膝的表现 我们看一看三端式的结构 最终幅度可以达到将近180还是挺好的 然后在脚踝位置 这边是轴型连接 所以脚踝装甲是可以动的 脚掌部分抬起或者是落下 幅度都还不错 手感也挺紧的 包括侧摆 这边是一个球形关节来实现的 而脚掌部分采取的多段结构 可以抬起的比较高 包括指甲部分 当然偷脚肯定还是有的 然后往下落 脚掌的幅度还挺好的 综合表现其实润把玩的话 肯定是要比战斗暴龙兽好一些 但造型的话相差的不是异性半点了 最后来看看披风 我看到有朋友在我视频下面说 为什么不弄一个真实不料的披风 我个人感觉作为拼装模型的话 还是统一采取拼装结构更好一点 虽然说造型轮廓你不一定喜欢 我们可以看到在内衬部分 是采取了红色的内衬分件 一片两片三片 然后表层是采取了光泽化的白色分件 还带有不少颗线 也是一块两块三块 在根部连接是采取了一个 带有锁点的卡榫 连接着两片 因此披风是可以进行这种合拢 或者展开操作的 值得注意的就是 在顶部我们可以看到 竟然又采取了一个C型扣 关于C型扣 首先连接方面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第二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因此关于这个位置 并非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好了我们接下来给连接上来看一看 这披风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C型扣 用力过猛的话 这个扣就会像之前的炸骨勇士一样 直接飞走 不用力的话还挺安装的 好了我们按好了来看看效果 其实装好之后 采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可以固定这个披风角度的 但是玩的时候感觉心里面还是虚虚的 感觉不太安全 所以关于这个披风 个人感觉平时还是尽量去少摆弄 真的这个位置还是挺有安全隐患的 很容易坏 那么好了 这一次咱们关于奥米加兽也好 还有战斗暴龙兽之前的一些要点也好 都是进行了一下简单把玩 关于产品素质我个人感觉不用去比较了 肯定还是战斗暴龙兽是个狠一点的 从这两款模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命运不同的待遇 奥米加兽价格也没有涨 而且在预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捆绑 也没有任何说什么分批出货 等战斗暴龙兽要捆绑其他模型 而且出货还要分批 最后关于这款奥米加兽平头论足店铺之前预定的朋友 已经可以归来补款了 已经全部到货了 而关于这款战斗暴龙兽 现在已经开始分批补款了 各位不要着急 全部都有货 如果说之前没有预定 就是想吃线 但是我还是要奉劝 一定要等一等 现在入手的话 这个现货价格真的是不怎么合适 有这个钱的话 直接去买沙拉比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说到这 各位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周六见 拜拜 by bwd6